桃园航空城计划预计今年第三季会开始分配安置土地 那么明年第一季点交安置接扩 考量到安置户未来会有重建房屋 或者是要购买安置住宅的需求 市府邀请了13家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和土建融贷方案 大圆还有卢族去农会也将会提供1.53的优惠利率方案 市长周文灿大圆农会理市长及多位议员 拿着手牌开心合影 宣布桃园航空城安置户贷款 现在农会也难办 航空城计划今年第三季将开始分配安置土地 明年第一季点交安置解扩 考量安置户未来会由自己盖房 或是购买安置住宅的贷款需求 市府邀请13家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 同时协调大圆入住农会提供最低1.53的利率 如果要买大一点的房子 除了有这个优惠的房价之外 我们优惠贷款也会启动 让不管是选择安置接锅自己盖房子 或者是安置住宅申请购买都可以 保障安置户的居住权益 市府也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安置住宅签约 以优惠方案提供安置户购买安置住宅 同时煤盒营造厂设定适宜的价格天花瓣 最小的建筑面积是100平方公尺 如果不足100平方公尺的部分 我们会以八折卖给安置户 让他们可以盖大一点的房子 桃源航空城计划启动 截至今年2月底 达元农会存款总金额达到245亿元 存款变多等于利息支出也增加 农会开办低利贷款 在住进服务的同时也争取贷款收入